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连 现在欢迎大家收看民意交详曲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详曲 我是主持人蔡小军 在后疫情时代 跟民众息息相关的交通问题有哪些呢 还有民众到底生活上有遇到哪些困难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都要带大家来听见最基层的声音 为您邀请到两位一座到节目现场来 首先为您介绍的是我们的金融市副议长林沛祥 小军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沛祥 副座好 第二位呢 是我们中山区的市议员 庄敬盛 庄一座 小军好 副议长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一座好 好 那我们刚才讲到 就是我们后疫情时代的交通问题 我要带大家来看 先关心我们的机车主 因为机车经济便利 使用国人成为常用的交通工具 但是根据这个中华民国统计资料网 所揭露的国情统计通报 在最近的交通事故中 这个机车死亡率 它的事故率是占据50%以上 而且是逐年增加 这就要带大家来看看 我们机车主到底面临到什么样的问题 是动线吗 要先带大家来看 针对三明里迈进路段 从三线道变成两线车道 让不少机车骑士 切换车道变得很危险 一块来听地方的说法 因为这里前面的前路段原本的 迈进路主要干到上面 原本是两线车道 然后到我们这个弯点处 我们扶得弯过来以后 它会变成内线三线车道 然后有时候最怕的状况就是说 前面还有车辆 稍微有 或者是比较 速度比较缓慢一点 那我们变换车道的时候 有机车 有外车道变来 内车道的时候 会卡要到 它等于要卡 两个另外一个车道进去 然后这会造成这个点上面的一个瓶颈点 有时候车子的行星速度 稍微快一点的话 然后那摩托车变换车道的时候 又会注意后方来车 或者是前方 后方车辆会注意前方动态的状况之下 有时候会 这里也是会发生到差状 因为这比较危险 因为从二线车道变成三线车道的时候 机车等一下都发现一线车道 真的很危险 因为不少机车 其实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要请副作 我来跟大家解析一下当地的情况 然后为机车主发生 其实我们都知道说 麦进路是全基隆 算是交通流量最大的一条路口 那这个麦进路在三明福德公 也就是说在新的市分局前面 建德国小前面 是有一个将近90度的大转弯 那这90度大转弯刚好 也是从麦进路从两线道 变拓宽成三线道的地方 每天早上麦进路都会有很多的国道公车 不管是1815 9026 9006 甚至是跳蛙 都是直接从基金一路 然后转向麦进路 然后直接上中山高 帮我们所有通勤组好朋友 去做上班或上学的通勤 可是在这个二线道转三线道 这个大转弯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又遇到很多家长 很多建德国小的家长 很多亲亲幼稚园的家长 还有很多人要往安和一路 与其说这些机车族的族群 与其说他们进去回转道里面 再转出来 那倒不如说他们会直接在利用 这个四分局前面的左转 也就是安国桥这边 直接进去 从后面的小巷子进去 这个安乐路一段 所以我那时候在厂刊的时候 麻烦一下看一下照片 我那时候在厂刊的时候就发现说 如果我们从三明福德宫那边过去 如果从照片看的话 其实是一个直线 可是直线过去的话 我们会直接遇到的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四分局 所以如果是一个大转弯的时候 变成是说 在最外侧的机车 它因为在早上上班的时候 车流量很大 很有可能没有办法及时挤 挤过公车 挤过小客车 甚至挤过连接车 直接转到最左线的时候 那如果不能这样子的时候 它后面从带转区再硬转的时候 这样会造成很多的交通事故 所以我就在9月22号的时候 办理这样的会刊 主要是因为说 我们如果身为机车骑士 从两线道直接转三线道 那我们所要做的准备 是要比一般我们直接在外面 开车 开车的时候 要来得足的 而我会刊的目的也是防范于未然 麦金路可以说是我们安乐区的心脏的 心脏最重要的大动脉 如果在麦金路上发生任何的车祸的话 那势必会让整个麦金路 那一整天早上的整个交通全部瘫痪 所以说与其在这个问题发生之后 我们再来追究责任 再想办法解决 我9月22号请交通处跟交通队 他们来做会刊的时候 就提出说 与其说后面再来追究责任 不如事前先做一个所谓的超限部署 先去防范于未然 把这个问题看说 我们如何在转弯之前 来提高安全系数 让不只是骑摩托车的骑士 包括开车的人都可以早点了解说 前面其实是个危险路口 这样做的话 我们会能够大幅度的提高安全系数之外 而且也能够因应到说 基隆我们在10月底之后 即将面临到雨季 那我们也都知道 下雨的时候安全帽戴着 本身安全帽戴着的时候 视野就已经很不清楚了 再加上下雨 当雨一下安全帽一戴 你是不太可能去看到旁边的东西 而如果旁边有经过是公车 还是大型车辆 自然而然汽车骑士 他会想办法说往路的外侧去偏移 但是不一不得已 如果真的要杀进来的时候 他们机车 机车是很方便的一个交通工具 它有很棒的操作性 但是也非常危险 我们这边讲说肉包铁 而我们理论上 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能够去理让机车行事 我们开车的人 不管是开的是自家小客车 甚至公车 甚至工作上面的车 我们在法律上 我们都要去理让我们的汽车骑士 但是有些时候 在现实状况里面 是不允许的 路幅狭小 车流量大 然后再加下雨的时候 所以我所知道在麦金路 只在今年 麦金路 对不起 只在这一个月 2021年9月 只在这一个月 麦金路就已经发生了 将近10件以上的车祸 所以这个车祸的频率太高了 那我们希望说 我们提早来检讨整个动线 提早来保护所有人 不只是机车骑士 而是所有人 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对 保护行车安全 像类似的问题 其实还有我们的中山区 我们中山一二路 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 是的 小军 其实在于地方上面 我们如果民意代表 遇到所谓的交通问题的一个会刊 我们通常第一件事情 我就会跟所有的市府的同仁 跟相关的同仁 讲述一件事情 今天所有的民众 我们要把它视为 给自己的家人 如果你的家人行经这条路 然后造成不当的一个设施 或是不当的一个动线的规划 可能造成他们的一个身体上面的受伤 甚至造成车祸 甚至造成更遗憾的事情 这是我们都不愿意发生的 所以我请他们 必须要将心比心 把所有的民众 当成自己的家人来看待 来看待这一件事情 我们会刊应该要如何来处置 能够让民众更为安全 像麦金路这个 这个刚刚我看我们副议长林佩祥 在陈述这些 我们就看到那个马路上面 其实它对于机车族的一个动线 其实是蛮不尊重 而且对于所谓的路旁边坡这边 也那个红线也过于狭小 所以我们的机车变成没有办法 在那边去找一个很适合它走的一个路线 一般来讲我们在马路上面 机车闪自小克 自小克可能要去闪大巴士 大巴士可能又要闪杀死车 在于摩托车来讲 是最低的一个 一个我们的交通工具 所以我们标题在叫做漏包铁 其实它只有一点安全帽 我们必须小心慢骑 来保护自己以外 我们也希望我们政府在 这个动线交通动线规划上面 能够有一个专用道 让我们来行驶 来转回来就像我们的中山一二路 中山二路 尤其是中山二路这一段 由到我们明治平交道 一直到海山产这一段 其实它中间有两个分割岛 以前叫做我们货柜专用道 现在变成是快车道 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跟以前设计 完全不同 但是这应该有一些设计发包 因为十几年的历史了 现在完工了 大家开始在正视这件事情 发现这个货柜专用道 其实它是不适用在于 我们现在的道路上面 所以它就挤压到 所有的两旁的 所谓的机车组的一个动线 如果我们试想 如果两个分隔岛它是一个分隔岛 中央一个分隔岛 它就有快车道 慢车道 甚至还有机车专用道 甚至在路側我还可以有专属的停车格 完全都不会造成所谓的车辆交织的问题 也会减少很多车祸的伤亡 我们现在目前的中山二路 你现在去看 有很多路口 原本在前面这个路口它是一条道路 但是更往前走的时候 它摩托车却被我们的停车格所挤压到了 所以它必须要强制它自己要往内切 往内切就有可能跟我后面的自小客车 去产生所谓的交织的问题 然后锥撞插撞不断 这跟卖金路这个其实有点雷同 所以我们来呼吁说 我们在交通规划上面 我们希望在道路上面能够多尊重 我们目前我们台湾的 尤其我们基隆 以机车代步的民众非常的多 能够尊重这些机车族 让他们有一个安全的道路 能够通勤 通学 甚至于在于处理各种交通的问题上面 我们都能够非常的顺畅也安全 才是保障民众的一个 在人身的安全 让我们这个路幅 也能够获得一个更好的改善 是 就是要兼顾所有 最重要的是大家要平平安安 那说到这一个机车族 其实大家印象会很深刻 就是如果夜深冷静的时候飙太快 那真的是还蛮吵的 我们要迁请专一座 中山夜路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照应 不只 基隆市其实这件事情 已经困扰全体市民 多数市民 可能有很多 还是不会是反对这样的事情 但是大多数对于照应这样的老民 其实非常的困扰 尤其在我们中山区 中山区有几个热点 就像我们要往地标公园的一个 那个回车塔 上山的一个回车塔 回车塔它在夜深冷静的时候 它是没有车辆 夜深冷静其他那个地方很安静 当有一群机车族改造车体 改造盘系管 往上冲的时候 它就变成一个大音箱 不断的对外附近的居民 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困扰 常常有民众半夜打电话到我 来给我 说议员赶快这个怎么办 我说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去抓 但是我可以请派出所 赶快去了解一下 看目前的状况是怎样 是不是可以请他们来小声 小声一点 但是很难去控制它那个声音 而且机车组年轻朋友精力旺盛 从摩托车跑来跑去 所以我们现在在开始 最近跟我们几任的局长 现在不断的一直换局长 在之前的詹局长 我就请他要购买 购买所谓的噪音检测的一个仪器 现在好像我知道有两部 一部是 二分局跟四分局共用 其他是三分局 因为那个基辅公路也产生 因为年轻朋友 觉得去郊外跑山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他们也造成地方上面的一个困扰 因为常常这样机车组改装车体 呼啸而过 其实对于半夜来讲 夜神已经是对于民众 非常老民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未来也有跟新任局长 也开始在讨论这样的事情 在于我们今年最后的定期会 我可能跟林副理长也会一起来提案 所谓的对于基隆市 机车改造 零龙人的一个方案 但是这个也不是只有单单警务同仁 来去做取缔这样的动作 这牵扯很多单位 包括我们的产发处 产发处他必须去机查 我所有的机车行 他是不是有贩卖 不合格的一个改造的零件 第一个要从源头来根治 第二个就是环保局 他就于噪音的问题 必须跟我们警务同仁一起配合 再来就是我们的监理站 他如果被抓到 所以他有改造车体 他必须要去重新 将原厂的零件再重新换上之后 去做检查 检查之后才能把这个案件消除掉 同时也要罚款 但是很多年轻人 他就是去装好原厂之后去检查完 他可能在门口马上就把它换回来 这是有很多民众在跟我们讲 没有用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可以让我们基隆成为一个 非常模范指标的一个城市 噪音能污染 我们对于这样机车排气管 改造这样的噪音 零容忍这个方案 我们不厌其烦 可能在某时间我们特别锁定 将这件事情 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宣导 同时取缔 我相信对于我们 市民朋友在于夜深人静的 造成这样吵杂的一个问题 可能得以解决 我们也希望也辛苦 我们所有的单位的同仁 可能在于我提案之后 希望能够非常积极的来处理 还给民众一个安静的空间 是真的是要结合很多的处事 我们产发出我们的环保局 还有我们的监林 那相信我们可以打造 基隆市照应零容忍的城市 那说到这一个机车 我们要关心的就是我们的 那个行车安全 要带大家来看的耗制标线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要滚动式的修正才能达到 最好的目的跟诉求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是局局 社区前的动线 我们要先请副议长来跟大家进行分析 局局前的那一个很多民众停在那边 很多车祸会发生在那里 就是因为在更前面的红绿灯 在变换的时候 大家就会想到要变换车道 那这个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 今年这个月 九月就已经发生十几车祸 那我刚刚调资料可能将近有 到目前为止 那这个今年可能整年下来 目前在那边局局前面发生的 车祸可能是不下十件以上 所以说这一个局局前面的动线 第一个我们希望看到的是说 两边的这个后车停要先互换 当它动线互换之后 整个动线应该往前走的国道公车 就不会从外侧再往里面牵 然后未来如果说互换之后 活到那个市公车 就好好的就留在现在的国道公车位置 然后之后要进市区服务民众的时候 就直接进回转道 所以有这样的动线设计之后 我相信未来那边的安全系数 会提高一点点 但是介于说我刚刚提过 光是今年局局前面 可能就有不下于十件的车祸 所以我刚刚也问了一下 在录影之前我也问了一下 这个安乐所 他说那边有三支的录影机 不过我后来 他们给我看一下 他们那边的那个影像 不是很清楚 为什么说不是很清楚 我今天开车来 我今天开车回服务处的时候 我就看到有一台这个小发财车 应该是进 然后直接在我面前 直接违规回转 在局局门口直接违规回转 进果菜市场 那这不禁让我想到 我在9月22号会刊的时候 这个交通队的组长就跟我讲说 负责我以前负责划线的 也就是说车子如果发生事故的时候 我都是会去那边丈量那个距离 然后去划线说 在哪里的角度撞到哪里 哪里的角度撞到哪里 可是我划线的时候 会发现说刚好发生 这个车祸的地方 最常发生车祸出事的地点 就是在这个果菜市场的正门口 发生在果菜市场的正门口的时候 刚好那边没有任何的交通号纸 没有任何的交通划线 所以变成是当下要去厘清 是谁犯的错 是谁出是谁的责任 变得很复杂 所以我跟四分局也在讨论说 未来如果真的有需要 真的不清楚的时候 在那边再去增设这个摄影机 是有必要的 而至少说让民众安心 假设我们都不希望出事 但是如果假设出了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说全者是在谁身上 同时我们在这边也会针对潮化线 也就是说在这个迈进路回转到附近的 有那个潮化线 我们会希望把它延长 那延长这部分来讲 我是上次跟我们 中兴胜 庄义座 他也是我们道安委员会的委员之一 他提醒我的 那我想请庄义座这边来 讲一下为什么说 当初道安委员会有这样的建议 其实在道安委员会在上一次的开会 就特别标示出来 全市的车祸的热点区域 其中就包含这一个点 就是车祸率发生十分频繁 然后我就开始回想那个路口的状况 因为之前在议会就有讨论过 所谓的那个也帮过市政考察 也有议员的提案 我们也就大概了解那个地方大概的状况 它那个回车回转道 其实跟长庚的那个远缓的回转道 其实是一个不正向的一个八字形的一个 一个动线 这个八字形的动线可能就会造成很多的交织 因为你如果说我开了 他在坐了计程车 这个计程车司机到了长庚医院 下了客人之后 他可能要往市区走 往市区走的时候 他可能就要跨越到对面的车道 对面的车道他又要回转的时候 可能就在这里互相交织 又加上如果早上 比较那些巴士 通勤族巴士比较多 客运比较多 可能就造成这样一个困扰 所以我们就建议说 在于回转道的旁边这边有一个超化线 因为超化线过短 我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个超化线来做延长 只要不要去影响到我们国菜市场的出入的问题 的动线的问题 就可以减少所谓的交织的问题 路线交织就是他可能就是 没有不是平行的走 他是变交叉的走 如果他能够一直都是平行的走 这样路线就会可以 危险度就可以减少很多 刚刚林平翔副议长也有讲到一个 所谓的超化线的问题 其实也有可能有很多民众也会去穿越超化线 但是我们在这个初期的时候 我建议我也会折成 我们当委会也会折成交通处 希望在超化线的边线上面 我们来设置分隔岗 分隔岗所有的民众车辆以及摩托车 就比较不会去穿越超化线 然后进行强制性的一个交织 然后一切都让顺畅成为一个平行线下去 向前行使遵循 依照我们道路的遵循方向 在于以后的所谓的公车亭又往后挪 相信那个区域的交通安全性 一定可以大幅改变很多 我们也希望大家民众 我们必须要去配合他 其实在这个交通事件 这个交通路口来讲 我们第一个先要排除掉一个是 一般民众常态性的在走 就是在地居民他常在走 他走习惯了 他其实他不会太去改变他的行经方向 再来就是标示的问题 标示的问题标示给谁呢 不是给在地的民众 是给外地的民众 不熟悉曾经没有走过这个路口 很少走这个路口 然后不要跟我们本地人 产生所谓的路线上面的一个误解 然后也造成车祸的问题 所以我们都在道安委员会有很仔细的去分析他 也特别跟我们海大几位教授 他也是同事我们是道安委员 也共同讨论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之前有下相关的结论 也跟我们林副委长报告 林副委长也办了这样的会刊 也让这件事情能够越来越圆满 希望大家安乐区以及所有的市民 民众能够行车更为安全 因为去那边买菜的人也蛮多 大家都要平平安安 就是那个交支线把它减少 然后最好是平行线 大家就会行得安全 可以看到这件事情上 我们的明代花了非常多的心思 同样花心思的 还有就是要争取我们的一些国道支线 在信义区国光1813支线 可以加会不少民众 我们要先请副议长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目前争取的情况 我说真的 自从争取完跳蛙之后 好像所有人要国道路线就先跟我吵 我也不知道该讲什么 有当地要直达 是啦 不过这个案子是 其实是信义区的江建玉江义座 他有一天来找我说 我们信义区需要一条 这个国道公车直达台北 我说不是已经有2088 有1579了吗 他说不够 因为有些区域都是人 在信义区 包括从微笑台北到美的世界 到美的世界到大香港市区 然后直接从环保局这边出来 这边这一条路 他们这些大社区的好朋友们 都在同情 不过他们如果要从那边出来上班的话 他们必须骑摩托车 或开车 所以会牵扯到深奥路 我们最近很夯的那个停车位的故事 这是有连带关系的 所以说如果有这一条1813支线 能够做成 那基本上来讲 我认为会帮我们信义区的好朋友 尤其是住在美的世界 在大香港 甚至微笑台北这边的好朋友 会省了不少时间 但是在4月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已经获得这个国光客运首肯 在4月28号说 他们准备来做正式做勘查这个路线 他们觉得这条路线很看好 结果5月17号开始正式疫情爆发 然后没有疫苗就没有建设 没有疫苗就什么都没有 那国光客运也是一样 国光客运那个时候 他们自动因为运量不足 自动砍班了7成 只剩下3成再跑 当然现在已经慢慢恢复了 所以我在上个月的时候 就已经跟着江建玉一座 还有国光客运的副总 一起去勘查这条路线 他们也认为这条路线是很可行的 所以他们自己会向公路局提出申请 那他们我也陨落说 如果他们提出申请 我就会想尽办法旁边悄悄编鼓 毕竟来讲就是我们基隆市议会 是代表民意 但是代表民意的不是只有基隆市议会 也有一些中央级的民意代表 应该站出来 那假设说有些人不愿意站出来的话 那我们刚好也认识一些 这个我们本党的一些立法委员 那或许可以在交通委员会 在交通部里面帮些忙 一切是以我们基隆市的这个 市民的福祉为最高宗旨 那我们希望说 我们能够帮到我们的通勤好朋友 尤其在新疫区 美的世界 大香港 甚至微笑台北 这边的通勤好朋友 让他们有一条新的路线 让他们上班的时候 可以多睡30分钟 然后早30分钟回家 这是我们希望下一步 我们能做到的 其实这样多睡 就对民众来说 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了 其实在中山区 是不是有类似的情况 对啊 其实刚刚听我们林副医长讲 因为他之前做了一个跳跪公车 大家所有都找他希望能够借助他的专场 跟他的人脉 能够去协调这件事情 之前在刚上任没多久 我们就跟林佩祥 林副医长 以及跟我们国官科医的一些 那个长官 一起来到我们基隆市议会 到副医长市 共同来讨论 所谓的我们中山区的 快捷公车的问题 那当初后来我们的定论是 由大甘林出发 然后从部分从中和路交流道上 部分从德安路交流道上 甚至有的从我们的那个西29号码头 西安林外道路的口 从那边上 其实有很多路线都在讨论 然后但是它是直达到 我们的南岗展览馆 因为我们中山区有一个特色 全所有的行政区 没有我们的中山区 高速公路的闸道那么多 我们有德安路交流道 我们中和路交流道 我们还有那个西岸 马头的港区的交流道 我们还有西岸高架桥的交流道 我们甚至31号桥过去 就是我们的高速公路 其实我们的交流道非常的多 但是如何让它更有效率 所以我们当初下的结论是 我们从中山区出发 直接上闸道 其实在北俄高这一段 到南港这一段 其实不太会塞车 然后下去之后 直接到南港展览馆 展览馆就可以接文湖县 也可以接板南县 你要到台北市区 要到内湖内科去上班 其实都非常方便 作于转程来讲 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事情 真正就是可以达到所谓的 刚刚林副议长 我们所因因期盼的 我们真的很希望让民众 能多睡半个小时 能在家里早上陪个小孩 一起吃个早餐 晚上一起吃晚餐 这一种很卑微 通勤厨的一个小小的愿望 我们希望我们能尽其所能 我们能帮他我们全力以赴 但是后来又被非常奇怪的一个力量 我们那一区某个议员就开始 又将这条路开始转变 变成从城际转运站 以后的城际转运站 发车 然后逆着走 逆着走 结果他当初的结论是 往德安路砸到上去 哇 那就造成了所谓的复兴路 中和路 喜事 大庆这些所有的民众 便没有办法搭到这样的车子 变成我还要再出来外面去搭车 然后后来我又跟国光号说 你们既然这样改 那你也至少也把它开到 从中和路交流到上吧 后来他们也有接纳 我不晓得现在因为还没有定案 他们到底要怎么样 我们在三年前 我们就已经讨论好一个定案 结果又被他们推翻掉 然后变成像现在这个样子 然后也第四条的快捷公车 也没有办法开始同车 然后看板挂的到处都是 大内宣 大外宣 其实民众有没有享受到这样的权利 甚至我们现在一般的民众 我们搭乘国光科运 在我们地方上面跑的 其实他的座位已经不足了 也就表示说我们的营运量 其实有够于满足 这样的一个路线来去做营运 也不会让他们赔到太多的钱 当然我们希望能够面面俱到做到更好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更务实的 让民众更为方便 在于我们台北跟基隆通勤的交通上面 能够做到更好 真的就是这些小事大家看起来 但是真的很重要 因为民众在意的就是这些 多挤出一点时间可以多陪家人 那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中山区 还有我们的行议群 寄助我们都在 我们副议长都在努力 在为民众争取快捷公车这一块 那当然让民众觉得很务实的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疫苗议题了 那之前我们市议员在议会的时候 有为民众争取就是议员要多元化 而且最好都一定要有国际认证的疫苗 给市民施打 国产高端疫苗开打 不过在基隆市议会却掀起一阵波桃 因为有国民党籍议员提案 要求基隆市政府 必须选择经过国际认证的疫苗 给市民施打 执行这个疫苗施打期间 要注意这个安全性 以及它的有效性 所以说在今期之下 我想我们今天的议会 是尊重个人提案人的一个表达 我想至于执行与否 那是在行政部门他们的决策权 今天高端疫苗 它到11月才能完全解盲 第二期的完全解盲 到现在时间还没到 就有总统带头来施打 那这也是全世界唯一 只有我们台湾干这种事 那我们应该尊重韩市议员 对市政府的建议 我们都很清楚啊 这个建议大概 市政府会自爱难行 所以请反对的议员 也不用太紧张 我建议本案就 让他通过 请市政府去研议 不用这样 这也没什么想法 那没什么想法吗 所以我是想说 我们今天既然这些案子拿出来 我们就再審某完 最后基隆市议会联席审查会 还是通过这项提案 我想所有民众心中各有一把尺 支持本土的疫苗 国产疫苗也好 支持国际认证的疫苗也好 我想我们就请行政单位 好好研议参考办理 虽然属于对市政府的建议案 没有强制的约束力 却也引起民进党 基隆市议会党团的不满 退席表达抗议 可以看到益座们 他们在市议会上争取 为民众争取这个疫苗 要有国际认证 我们先请庄益座 来跟大家进行这样的多元化 让民众选择的论述 其实这个对于疫苗的问题 大家都希望 因为都是要打在自己身体身上 市民都常常在问说 我们的疫苗什么时候可以打 我们几岁几岁什么时候可以打 但是我对于疫苗来讲 不管是莫德纳 不管是AZ 不管是BNT 甚至我们的国产疫苗 我们重申 我们还是支持国产疫苗的研发 但是必须按照程序来 必须让民众安心 如果今天这个疫苗 没有按照程序来 民众在于施打上面 他可能会有一些疑虑 就好像他们讲的所谓的鸡腿论 今天这个鸡腿可能有80%坏掉了 但是20%是好的 但是我要去吃这20%的时候 它是可以吃的 可是对于我要吃下去这个观感来讲 我就吃不下去嘛 对不对 这个疫苗的 其实想法就是这样 我们并不反对说国产疫苗 包括高端 包括联雅 甚至国光 我们都不希望 因为疫苗的研发非常辛苦 也不希望这样的资源 能够浪费跳 但是对于所谓的EUA緊急认证 EUA緊急认证它是属于 我没有其他选择的 但是现在危机当前 我疾病的传染率越来越高 我必须要赶快EUA 赶快让民众来施打 这是EUA的意义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 国际上面有很多实证的疫苗 甚至打过上亿剂的一个疫苗 包括我们AD、莫德纳、包括BNT 我们不希望它 希望我们的政府 赶快把它进口进来 赶快到我们台湾来 我们购买足量的疫苗 让我们民众来安心施打 也能够让民众 有多重选择的方式 我们尊重每一个疫苗 的一个选择的方式 你要选择輝瑞 你要选择莫德纳 你要选择AZ 自己选择高端 那都是每一个人自己的选择 因为毕竟是自己的身体 你说莫德纳有没有人因故 因为打疫苗而走了 也是有 AZ也有 各种疫苗都有 但是我们必须在于人权之上 你必须要让它自己选择 这是我们国家应该要做的事情 所以在议会裡面有议员提出 要有国际认证的疫苗 但是这件事情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观念不同 他们可能只是为了所谓的高端的问题 在于做这样的抗争 因为所有的在台湾 所有的施打的疫苗裡面 唯一没有国际认证的 就是高端疫苗 然后所有的 包括我们总统 包括我们行政院长 包括我们卫福部长 几乎上行下效 不断的在宣传 不断的告诉大家 它有多好 但是莫德纳 是不是也会 AZ跟BNT 难道我们真的比较没有用吗 但是它这几个疫苗 其实在于国际期刊上面 国际论文上面 都有经过一般的研究 甚至有在公诸于世的一些论文来发表 我们不去看这些 然后去捉摸在某一个 某一个我们自己国产的疫苗 我们刚刚一直讲 我们尊重国产疫苗它的研发 我们希望它的资源也不要浪费掉 以后能够 甚至我们希望它能够做得更好 甚至比其他的疫苗更强 这是我们国人的骄傲 但是不是因为我总统带头施打 上行下效 大家一起来打国产疫苗 但是造成的问题 会可能无限的延伸 就像现在的美国 它要出入境 你高端能进去吗 这个是对于以后 要做所谓的去留学 或是做一些商务工作 他们也没有办法过去美国 会造成民众在于国际上面的流通 经贸往来的问题 也会造成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们提出这样的 有议员提出这样的问题 但是对于反对党来 对于执政党来讲 执政党的议员来讲 他们认为说 你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国际认证 这四个字 因为国际认证它是一个指标 结果他说什么 他说萊克多巴胺 萊猪也是国际认证 你们为什么不吃 瞬间我觉得匪夷所思 于是我就开始举手发言 去反驳这样的问题 结果就换来的是说 你妖言惑众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教育上面的问题 现在我们在媒体上面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 可能比较辛辣一点 他说这件事情没关系 我负责到最后呢 到底是谁负责 我用一个比较平常的一个举例来讲 我一个小朋友 他把一个家里的盘子弄破了 爸爸爸爸 我把这个盘子弄破了 没关系 这盘子弄破 爸爸我负责 然后他后来发现了一件事情 我把这个盘子的残缺品 全部把它收集起来 我把他后院挖一个洞 把它埋起来 爸爸盘子不见了 我可以不用负责了 这件事情对于往后 所有的子女的教育的问题 跟价值观的问题 跟于对于全世界 我要去跟人家比拼的 这个竞争力来讲 这个教育上面 我觉得是没有办法 令人容忍的事情 现在已经开始有点扭曲了 为了某件事情能够成功 想尽办法 旁门左道 从这边讲那边讲 讲到要把它讲得跟真的一样 那跟天桥底下说书的有什么差别 那无需从政 你去写写小说 写写科幻小说吧 我希望从政的目的 还是要帮助我们所有市民的健康安全问题 我们要彻底来为我们民众来把关 这才是民众民意代表最重要的一个责任 是真的就是要健健康康的 那当然刚刚说到的那个接种疫苗 目前大家接过第一剂的 现在目前都要接第二剂的 那第一剂的打莫德纳的 现在目前怎么样呢 有没有民众跟副议长来反应呢 有当然有 而且其实我认同钢中议员 当然有些自我觉得说 身为这个议员的议员 不好意思去批评其他的同事 但是有几点我非常认同 第一点就是说 疫苗的代工在台湾是势在必行的 尤其我们需要能够争取到美国疫苗的代工 不管怎么样 美国的疫苗在全世界 连中国都会承认说 美国的疫苗在全世界目前是最好的 而我们既然没有能力去独自开发出来 我们自己所谓的完整的疫苗 全世界认可的疫苗 那去帮BNT去帮莫德纳 甚至帮强生去做疫苗代工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事情 尤其说我现在知道 还有不少人准备要出国 不过听说这个美国现在只准 他们本国的疫苗接种者进去 不然的话就不准进去 那未来进去的人是不是能够在 当地在就地打疫苗目前也是个谜 那第二点来讲呢 其实我们现在都很清楚知道说 现在的疫苗不只是针对这个 新冠病毒的最强防御 同时之间疫苗本身也是个 大国角力之间的武器 而没有足够的疫苗 我们在任何的谈判上面都会很吃亏 不管是经济谈判还是外交谈判上面 都会非常的吃亏 而我自己个人认为 现在闹得沸沸扬扬说 高端不会被美国过关 那高端不在美国的这个 允许的疫苗里面 那高端现在另外一方面 有在讲说高端现在去争取欧盟的认证 但是我可以大胆的推测 高端的欧盟认证是应该不会过的 因为目前来讲所有WHO认证的疫苗 也就是如果WHO过 欧盟 美国 各个国家都很有可能过 他们如果高端要过 他必须做出一个完整的第三期实验 也就是说你需要去在严格的实验环境之下 做完29000人以上的人体实验 你才有可能说OK 这个是有的确有显著的效力 针对新冠病毒有绝对的防御力跟抗体 而现在他们所用的科技 叫做所谓的immunobridge 也就是所谓的免疫桥接 免疫桥接基本上都是用在 比较完整的疫苗技术上面所使用的 也就是像本来像以前的白日壳 甚至流感这方面的 已经完整的 已经做第三期实验的完整的疾病的疫苗 然后为了节省成本 所以去做出来说OK 我们用比较 我们用把这个剂量把它浓缩 把这个如果说把它浓缩 然后去找实验体 然后花十分之一的经费 花十分之一的时间 然后我们做出来这个免疫桥接 也就是我们现在很流行的immunobridge 那为什么说高端用这个就能够过关呢 基本上来讲我不知道 因为理论上来讲高端是用Novavax的 这个次蛋白源 次蛋白技术 也就是美国所研发出来 自己所研发出来完整的次蛋白技术 Novavax这个次蛋白的公司 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在申请 在做第三期实验 他们并没有获得美国FDA的过关 当然也没有WHO的过关 所以高端现在在全世界目前过关的 我记得我看过报告 全世界目前过关的22支疫苗里面 唯一有高端是二期做完 直接获得EUA的 这个刚刚中一座讲的 这是全世界目前前所未有的 而你现在目前就是说 高端不但第二期就可以 因为它跟AZ来做比较 AZ是从2020年12月就已经开始施打 所以AZ已经做过 以亿以上的人的效用 而且他们是在很严格的 实验环境之下做的 他们现在到目前为止 还在做人体实验 那高端做过不够人体实验 只用一个所谓医学上的 医学科技上的immunibridge 我没有说免疫桥接是不好的技术 但是你只凭免疫桥接 说一个所谓浓缩十倍的sample 浓缩十倍的个案 就拿来说 这个跟AZ的效用一样 这个跟莫德纳的效用一样 这比他们还要好 疫苗是个科学的产品 我们一切都讲究科学的根据 有一份实验报告 就有一份科学的幸福力 在实验在数据之前 在正确的实验数据出来之前 跟我讲任何科学东西 基本上都是不可信的 而我们在看疫苗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只是把它 将纳入很多相怨 很多不同的情绪 很多不同的考量在里面的时候 最后面害到的是我们自己本身 是它要让我们整体国人的健康 现在有很多人在怀疑高端本身来讲 他们是不是有足够的抗体 来去做这些事情 甚至我看过一个梗图说 打高端不如打浮水 打浮水 就是浮里面清安工 还是电器工里面 浮稍微上来打浮水 至少比较便宜 而且至少没有副作用 虽然这个是很夸张的梗图 但是我会认为说 不管是谁 如果是支持高端的人 请拿出科学上的证明 说高端的确是OK的 不管高端在台湾打过几万人 那都不是正确的人体实验 那都不是正确第三期实验 如果只是以拿高端打过几万人 就跟国际之间讲说 我们这样就表示说 我们过第三期实验 这是对所有 不只是对科学 不只是对被打的人 不只是对施打的人 甚至对制作的人 一种不尊重 因为你完全没有想要了解事实 你完全对于未来所发生的后果 没有任何责任感 没有责任感跟责任心 Delta现在全球正在肆虐 我记得昨天看到的新闻 是Delta现在又在变种 那现在又在变种的时候 我们更需要知道哪些是有效的疫苗 国际认证的疫苗 AZ BNT莫德纳强森 这四大疫苗 我想如果说我们去拿它们代工 以台湾的财力跟技术 跟能力应该不难 郭台铭做了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很感谢他 不是他买了BNT 而是他跟我们全国人民讲说 只要我们台湾想愿意去买疫苗 我们在国外就买得到 而不是人家一直跟我们讲的 国外没有疫苗 国外没有好的疫苗 所有人都在骗你们 所有人都在抢架 可是国财民这次出手 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买得到疫苗 我们买得到疫苗 只要我们想要 所以这一点来讲 不管是执政党也好 还是在野党也好 我觉得先有足够的疫苗 才有足够的国防 才有足够的国家安全跟尊严 所以这一点来讲 我相信执政党的责任比较重 他们应该好好思考 怎么样获得足够的疫苗 国际认证安全的疫苗 让民众能够保住自己的生命安全 是 就是要获得足够的疫苗 这样每个人都有生命安全的保障 那当然要带大家来看的是 如何要把这些配套措施做得更完善 让民众可以接种得更安心 我们可以看看 来帮我们两个小朋友 这学期大学跟高中学费 在那边环绕 那之后我们也会想办法 来让至少小朋友安心上学 那其他的我们会一条一条 来慢慢处理 你好好养病 好不好 好好安心养病 你健康对大家最重要 张先生特地要求太太拿着手机 用视讯的方式 让还在住院中的张先生 无论如何都要先感谢副议长林佩祥 和基隆福伦社 以及韩世育议员的热心帮助 让他两位分别就读高中和大学的孩子 学费有着落 更感谢他们在张家人最困难的时候 愿意伸出援手帮忙 特别是53岁的张先生 在今年7月份时疑似接种AZ疫苗 身体不适后 经过抢救在家户病房住院三个礼拜 又在普通病房住院三个礼拜左右 病情稳定好转 有希望可以在中秋节前夕出院回家 团圆过中秋 也弥补因病住院 错过父亲节团聚的遗憾 副议长他们在帮忙是不是觉得感动 我真的很感激他们的帮忙 因为不然到时候我一个女人家 我不知道要该怎么办 然后我真的非常感谢他 还有韩治立委员 真的非常感谢 谢谢你们 谢谢 住在基隆市信义区 深奥坑路的詹姓民众 今年7月份疑似因为接种AZ疫苗 导致身体不适住进家户病房 经过紧急抢救后 终于脱离险境 转住普通病房继续治疗 不过包括医疗费生活费 以及两个孩子的学杂费等 都对家庭经济造成负担 因此特地向基隆市议会副议长 林佩祥陈晴 更在市议员韩世玉陪同下 林佩祥特地结合基隆福轮社 亲自带着社长陈志玲 以及社区服务主委邱李怡 先制证三万元学费 帮助詹家渡过难关 我们每年都有帮助一些小朋友 有困难的小朋友 只要是有 真的是协会上有交不出来的 我们基隆福轮社 每年都有在做这一块工业 找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 在卫环委员会的立法委员 来去做进一步的了解 希望卫福部跟CDC负起责任 然后来帮我们的詹家 甚至做出一个完整的SOP 在未来有关疫苗事件上面 有个完整的程序 可以获得我们这些家属的一个安心 第二方面 生活费上面 上次佩祥来拜访的时候 也刚好遇到社会处的社工 社工他们也会回去 跟社会处跟市政府 来讨论如何帮我们詹家 度过这次的难关 来去希望说基隆福轮社 基于人住脊柱的观念 然后发挥社会上的公益的能量 来去给詹家一点帮忙 所以今天基隆福轮社 答应把这学期的学费 全部他们把它盖下来 然后在未来 佩祥也会持续跟两个学校 帮两个小朋友 做一定程度的调解 希望说小朋友能够安心上课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的话 其实这个整个的压力的话 是非常大 希望不要造成我们社会上面的负担 也非常感谢我们副议长 也感谢我们基隆福轮社 所有同仁们 谢谢你们 林佩祥也强调 能够听到詹先生病况好转 并且很有希望在中秋节前夕 出院回家团圆 也替詹家人感到非常高兴 詹太太更是不断向副议长林佩祥的 积极关心和帮助 表示最大的感谢 跟大家报告 9月13号 詹先生已经痊愈出院了 然后他们的医药费 本来从130多万减到11万不到 然后一切顺利 然后未来 可是未来如果有关他的药室赔偿 也就是有关詹家的药室赔偿 我会再跟陈玉珍委员 这是很拜托我们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陈玉珍 金门的立法委员陈玉珍 来去帮我们做沟通协调 所以卫福部也好 三军总议员也好 愿意尽量尽量帮忙 把所有叶克摩 各方面的金费 全部都把它cover下来 所以让詹先生 他们在中秋节 他们是全家团圆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CDC也好 还是市政府也好 他们现在针对药室赔偿这一块 他们还是在去做一些公文往返 那在这边佩祥跟我们金融市议会 会继续监督继续督促 让金融市政府当卫生局 早点把资料拿给CDC 让他们可以开始 进行整个钥匙赔偿的程序 是 这后续的补助问题 真的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我们要请庄一座最后一分钟 我们希望这样相关的补助 对于施打疫苗所造成相关的问题 可能他是一家之主 可能因为打了疫苗之后 造成家庭上面 经济上面变得非常的拮据 非常的困难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出手 正式这样的问题 来赶快去帮助他们 这才是真正的纾困 五倍券它只是振兴作用 它不是纾困作用 所以现在我们很多地方上面的餐厅 也好都需要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希望我们政府能够苦民所苦 真正为民众来想 大家互相扶持 大家一起等待 让我们世界恢复圆满的样子 是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一座 谢谢林沛翔副议长 还有我们的庄金胜庄义座 来到我们的民意交详区的节目现场 让大家看到现在的民生问题 相信我们的基隆会越来越好 感谢两位 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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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二 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再犯 聚检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 五 为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 酒驾民工人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我也需要喘口气啊 我快撑不下去了 一 九 六 六 我是个案管理师 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 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 你偶尔会需要储材 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 200元?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 我不在的时候 妈妈没有人照顾 真的很棒耶 谢谢 好 好 小心 一年前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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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快打电话了 在1966的协助 从富能照顾服务的协助 以及我的高血压高血糖 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 都一一得到了帮助 现在我要送我的孩子去庆祝了 好 这样就好了 对啊 都给你帅就好了 其实啊 现在生活里越来越多使用行动支付平台 那会不会以后我们出门就不用带钱包了 当然啊 现在电子金融及行动支付虽然方便 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的 是哦 像是造假的网址及APP 还有网路病毒啊 密码外泄啊 这些啊 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 所以使用行动支付 就像交朋友一样 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 啊 爸爸出院后该如何照顾他呢 别担心 回家后的长期照顾 我们来帮您安排 长照出院准备服务 评估您家人出院后的照顾需求 出院三天前完成评估 连结长照服务 安心出院不担心